反正這間就是不行啦 超爽的 好了啦 嗨大家好我是乒乓啦 嗨我是雅哥 嗨我是威廉 今天要來錄一個 講啦 客面 他... 真的很 困啦 你知道嗎 你剛剛不是這樣講的 因為客面跟很麻煩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溝通的見面太多了 不管是從建商啊 業主啊 還是我們設計師的角度 我今天只是純粹來跟大家分享說 純粹來抱怨 因為喔 不管站在哪一個角度啦 其實不管我們今天站在設計師的角度 還是我們站在建商的角度 其實都是為了我們的客戶 給他一個更美好的一個加碼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想把事情做好 但是我們在把事情做好的過程中呢 總是會有幾個 比較特別的單位 或者是比較特別的營造廠 配合度沒那麼高 然後不然就是一直惹雅閣生氣 呵呵呵 因為買房子前啦 業務都跟你說 什麼都可以變 然後變到你喜歡的都可以變 結果你買了到客變的時候 什麼都不能變 什麼都不行不行 沒有雅閣這樣太誇張了 其實我們也去買過 我們去買的時候他就說 喔!不影響到其他樓層的 隨便你變 喔!他就這樣講而已 我就說欸!OK嘛 因為其實影響到別的樓層 也不是我們想要的嘛 買了以後呢 欸!哇塞!連隔壁都沒有影響 不要講樓層 樓下樓上 派不就變 建商在配置的時候 沒給我們電氣櫃 所以我們才要去調整 廚房的配置嘛 那防我們 我們往左邊還右邊 啊!左邊好了啦 反正就一個五公分 齁!在圓的牆壁上面 原本的位置 不行! 行! 嚇死我了啦 他說這個跟法規有關係啦 我門向右平移五公分 會影響到建築的消防法 可是我找不到哪一條法律 有寫這件事情 你的說美度那麼高 是哪一個 下面的觀眾齁 如果有人知道是哪一條法規 我防火門平移五公分 在同一道牆上面 不行的話 跟我說一聲 而且其實現在啊 有做事的設計師啊 在課邊的時候啊 他們會把圖啊 真的畫得很完整 這個圖我再給大家看 畫得非常完整 有什麼 隔間圖 隔間的尺寸啊 每個標出來的時候 建商會回答我們什麼 我們施工會有 不行! 是不行! 他還跟你說 我們施工會有誤差 我們能接受有誤差 那我們就有問他 誤差大概幾公分 10公分 他說10公分 欸10公分很多欸 誤差是10公分欸 是這樣子 所以我一個牆不然有誤差 他就偏10公分 對啊 欸很嚇人欸 要先PS一下 就是還是有很多很好的建商 那我要怎麼樣知道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我的經驗來講 如果這間建設公司 他有自己的營造廠 哦 其實配合起來 我們都覺得蠻好 而且他們配合度都很高 例如 鋪X的啊 喔沒有我沒講喔 我沒有講喔 你剛剛一講人家房子 又要多貴5萬了啦 可是因為他們就是會 花了 是真的有很好 真的很腳踏實地 在做的真的也很多啦 但是我會覺得有些營造廠 真的是必須得好好檢討 為什麼有些建設公司越做越好 那有些做出來的口碑沒這麼好 你先講幾個你遇到的 其實我最近有去陪朋友買一個預售屋 然後就是我手上這一份圖 然後我們在課便的時候 遇到很大的阻礙 第一次我們會 要跟建商約課便之前 我們會把圖先給他們 請他們先讀 然後我們約見面相談 結果他們當天我們約2點 他們2點40才開始 而且沒有建商 他直接叫我們對營造廠 而且是外包的營造廠 那外包的營造廠 他們就是說什麼都不能變 連圖都沒有看 他們連圖都沒有看 就過來跟我開會 然後跟我說不行 現在都不行 那不行就算了 最後一句跟我說 我們只對業主說話 我們不對設計師負責 還好這個時候業主真的很給力 就站出來 我全權委託我的設計師負責這個案子 就算他說的這句話 我們還是變得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 而且課便的時候要非常注意 有些人會逼你簽名 在不清不楚的狀況下 所以我簽名之後我就確認 如果要變這樣我就再也不能幹 對啊 可是他就不清不楚的狀況下說 不然你今天先簽個名好了 重點是你在簽什麼 就是如果你自己沒有很清楚的知道 你在簽什麼的話 我是建議不要馬上簽 我們簽約的時候要注意喔 合約書上防水保固 因為我們發現有一個建案的合約書裡面 完全沒有防水保固 殺言 一定要防水保固 一定要防水保固 怎麼知道你窗框那些 漏水怎麼辦 對 那你廁所漏水怎麼辦 其實我們有遇過很多案子就是 剛交屋嘛 然後我們進去一定會現場測會嘛 然後我們就發現他漏水了 就在他叫XXX 所以那個案子 我們就沒有繼續的往下做 在我們課編的過程中啊 最後會遇到一個東西叫做 工程加減帳 那工程加減帳啊 有些價格你會覺得很合理 有些價格你會覺得很不合理 那我現在先跟你分享不合理的 先跟你們講一下比例原則 我們現在碰到是90%都在合理範圍內 就有奇葩的出現這樣 所以這個是奇葩範例 奇葩範例啊 奇葩範例啊 真的假的 所以如果你比這個貴 就是真的太貴了 太貴了 太貴了 這個已經太貴了 他現在手上這份已經貴到嚇死人了 他的一個插座啊 要2245塊 你一定覺得他是不是用格拉提碼的 不是 他是用一般的星光系列 嗯 他這邊做了 13個插座 3萬塊 他要花3萬塊加插座 那我還不如拿延長線 我買延長線 對啊 我還不買一個399延長線 然後還有一個蠻誇張的部分 就是燈菌出現口啊 誰的燈菌出現口 就是你的燈菌的那個出現嘛 你未來可能會延伸砍燈啊 或者會是延伸什麼 他一個燈菌的出現口 要2245塊 有沒有剪好 我不知道太便宜了 這是家賬的部分 然後 其實剪賬只會剪料的錢 可是他的料的錢超便宜 客便都是退你的料 工錢不退 那他的廚房門 你知道退多少行嗎 退2300塊 哪裡繼續買2300塊的門 如果我們自己買 不可能2300塊嗎 因為其他建商啊 一個門 從5000到8000到1萬都有 我們碰到的差不多都是 這個range 他這個2000多 就是遠低於行情 所以說我目前啊 手上 我跟你講一個客便案 我們平均都要辦 至少超過三個月以上 嗯 從跟建商接觸 第一次給他完整的廚以後 他連照抄都不會 建商抄回來了 還是不對啊 因為他門的開箱也不對 為什麼可以開不對 你都給他塗了 欸 這個就很奇怪 所以我就搞不太懂 到底是畫的人看不懂圖 還是呢 建商原本就不想要幫客戶這樣做 我還是要講一句 就是 還是有建商一次就畫到了 啊 有喔 有很厲害 在永和喔 所以正常是我 都永和地區喔 有一個很 我覺得他們 他們是我碰過最專業的一群人 就是我辦客便的時候 兩次解決 對 而且第一次討論 超快 就是全部人都在狀況內 然後全部都跟你知道 你這個問題 可能有什麼沒有辦法解決 或怎麼樣 他們速度超快 這等於說他們承辦的人員 是對這個建案是十分了解的 而且他們畫圖啊 辦客便的效率超高 很快 他們大概從 我們第一次接觸到最後 大概一個月以內 我們就把客便辦完了 對 所以一個月算快喔 算快 算快 算非常快 而且他們的價格 我也覺得是蠻實惠 蠻實在的啦 所以正常的客面是我 我先請設計師幫我畫好圖 設計師跟著我到現場 把圖給建商 我們可以寄就先寄給他 寄給他 然後我還要找一天見面 所以建商跟我 然後或是我設計師討論 這樣子可不可以 他都OK以後 他會開始繪製 他們會繪製他們的施工圖 確認以後 他會出一個加減帳 沒有沒有 他會先跟你圖說 對施工的 然後問你說 像這邊 喔 我要骰的東西 對 他會跟你說 那我們要這邊都確認過後 他才會出加減帳 這個 所以我確定完簽這個 我就確定我現在改的所有東西都這樣 就訂了 對 就訂了 突然發現哪邊不對要改也不能改 沒有啊 你就代表課片結束了 那課片結束 你會在什麼時間點 才會再來去做檢查 就是交屋的時候 在你交屋的時候 你就會必須要拿這些圖去現場對 你說原本這一張 這張跟那張 對 對 我們就要去現場對 對頭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所以我說如果你們第一次買房子 真的不知道怎麼去驗屋 我會建議你們直接找專業的驗屋 因為專業的驗屋真的會幫你驗得還不錯 有一些建商喔 就例如說 我們現場都彈得很好 然後呢 我記得是一月底去辦 可是他就無效無息到現在 今天六月四號 還是沒有給任何回覆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辦得怎麼樣 那他還是繼續蓋嗎 他還是繼續 那他如果蓋到超過我的 他會不會說好 我就不能變 會啊 可是他應該不會做這種事吧 通常不會做這種人要吵架 所以預售屋的課邊也是很容易會頭很痛 所以預售屋真的要買 如果真的要買 真的要做蠻多的功課 發明哪個營造廠啊 或者是說哪一個建設公司 然後用的材料你到底清不清楚 因為你在還沒簽名購買以前 你當然都有機會反悔嘛 那你也要看清楚裡面 就像雅各講的有沒有防水保固 那清密窗是用什麼等級的 他們都寫的價差很多 從那個 從那個 國產的 到日本的 對 都是說可能同等 同等品 這些都叫同等品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他送給我偷頭馬桶 我要退 也不可以 可以退 可以退 但是會就是退材料費 退是真的不划算 因為他只會退點材料 其實現在工錢真的蠻高的 還有很多人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退了地板 我想要鋪我要的地板 可不可以提供給建商幫我 便行 他不會幫我鋪 沒有配合度這麼高的 我之前也以為可以 結果是不行的 不是喔 這是每一家都不行喔 不是不 對啦 不要誤會喔 每一家都不行 對對對 所以其實客店能變得真的也沒有到很多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完美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你的建商跟營造廠非常配合 因為你們收到客店通知書的之前 你們就會先收到客店規範 然後當我們看到那個規範 大概就知道說 這家建商 對對對 那規範 規範我簽約錢 買房錢會有嗎 他就不給你 不會不會 可是全部都是在規範裡面啊 那如果我簽約錢 我一定要看到客店規範 我才要買呢 有點困難 因為他也不會給 他說你連營造廠都還沒八包 有可能 因為預售物這種東西 真的就是哪一張紙在講你的夢 所以會變成說 業務跟你說 可以買 可以買 絕對可以變 然後拿到客店規範你就傻眼 賣你的早就不見了 對啊 然後 然後 客店規範是你看到會很傻眼的 就有些是很 很不合理啊 很不合理 包括就是電器櫃也不能退啊 對還沒有 還沒有 只是把電器櫃從右邊移到左邊 他也不行 對 他跟你講的是說 我們的電器櫃已經固定在牆上了 他不能移動 可是他房子連地下室都還沒挖 這是什麼狀況 所以他不想讓你動 對 可是你買錢他都跟你說可以 可以啊 怎麼不可以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在客店的時候 可以自己評估 就是說 他講的到底是不是事實 但有時候我們去 呃 求證以後 其實我們會覺得很痛苦啊 因為明明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一道牆的移動 他 不要變成 未來我們要把整道牆全部拆掉 真的很不環保 你跟我講環保 我沒有講環保啊 當然我環保人士 就是你買房子之前你可以先問代銷 問他說你的客店到底是有建設公司對我們 還是有營造廠對我們 那如果那營造廠是外包的營造廠 外包給其他不太好的營造廠的時候 如果是客戶對那些營造廠通常都是很痛苦 對他來說如果你每一層都改 我每一層都要另外改 沒錯 我最好就是說服你都不改 我就照照這樣順順改改改 對 這樣都不要來客戶 這等於你外包他們會互相推託 對啊 可是你同一個家族或是同一個體系的話 他們有自己的他不太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想把事情做好嘛 對對對 就是你放心 嗯 還是你要提供很好的營造廠 這個是第四次的圖 我很少辦到第四次的圖還是錯的 對 他們就是故意弄一些小錯誤 然後就是第一次給他 他第二次來又會缺很多東西 你再用紅筆補上去 然後第三次來又缺又缺 我就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故意缺 那我就不懂說 你們為什麼不能好好的一次全部畫好 對 或者是有問題的話 大家當面討論 對 那他們都是這種 擺爛的態度 對 就是 反正就是能推能拖能拉嘛 你買房子了 你也不能退了 他就態度就沒有很好 真的 會是說我退掉不買 對啊 我退掉不買 你退我錢啊 就不行啊 就不要 就他收到也不可能 希望大家都能買到一個好的房子 不管預售物還是成物 那如果遇到不好的建商 或者你們有很慘痛的經驗 你們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你可以在社團就好 不要在底下我害怕 我怕被告 好 說真的 爛的是少數啊 真的假的 我覺得爛的是少數啊 我現在碰到的算少數 就像剛才講 90%是還不錯嘛 然後90%裡面有10%是菁英嘛 就是非常懂大家要的是什麼 然後什麼東西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嗯 所以雅哥你有沒有什麼 總結 課辯總結 你看著 你就比較那個 你說我總結 總結要不然找不到店舖 你好的啊 你不要看看 你不要說啊 快要不要賣 好啦好啦 總結 第一個你就要先確定 你的你要買的建商 他到底配合的營造商 是承包的還是他自己 可以上我去查這個營造廠的資料吧 你可以去查那個營造廠 然後他就會出現他的評價 其實 建議還是就是盡量找 同一個集團 口碑好的 口碑好的建商 他會愛惜羽毛 他不會讓自己的民生做不好 然後因為 如果你的本來營造廠 就是同一個集團 或是同一個體系的話 基本上你課辯的時候 你應該就是直接對著建商 就你不管對建商對營造廠 他們都同一家 可是如果他外包 他如果叫你對營造廠 你就會超痛苦 超痛苦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那個防水 一定要寫合約 防水保護一定要寫合約 所以你們一定要仔細看防水 然後還要知道防水區域有哪一些 保固保多久 對對 區域也很重要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第一次帶三個人一起錄影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覺得自己音量爆表了 我覺得有點慘 但我們今天討論的 不能在台面上公開 我們應該都會放在社團裡 然後可以加入我們的社團 下次見啦 掰掰 按個字兔 吃 喝